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都有一段时间无拍妆片啦 今次会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日常秋冬妆容 发型和穿搭的,希望大家都会喜欢啦 今次底妆我会用Free的Liquid Foundation打底 之前也有说过,它都挺水和挺容易推 也有遮瑕度,美中不足就是控油一般 因为秋天都会比较干 所以我选用一些比较水,滋润度高的遮瑕液 在需要遮瑕的地方点开,然后用湿粉刷推开就可以了 做完遮瑕之后,可以用一个小小小的刷 用干粉在眼底先定妆,然后再做全面定妆 滑眉都没什么好说了,不过今次我就转用了另一只眉GEL 这只眉GEL比我之前用的Etude House那只更加上色和光滑 亦都没有Etude House那支的闪粉,用起来也会比较自然 说明是一个日常妆,眼影方面都会用大地色做主色 首先我会先用金色眼影打底 这盒眼影我完全是因为包装而买的 但试上手亦都比想象中好 虽然显色度不是特别高 但胜在颜色出来都是几自然和容易推 现在差不多是我日日会用它来做眼妆 今次眼线方面我就不想太实色了 所以我就用了GEL Arlala 同样滑到眼尾的时候,趁它没干之前 可以用指甲,令到眼尾变得更尖和长 下眼线部分都是用GEL Arlala去滑 然后眼头部分就可以加一些粉红带闪的颜色 可以令到眼睛看下去更加亮亮的 眼睫毛今次就不用太夸张了 轻轻扫一扫就可以了 因为我想妆的重点是放在嘴上 今天我就选了一只偏小小亮的珊瑚色 感觉出来不会太可爱 亦都会带少少轻熟女峰 跟之前一样,擦嘴之前我会先用遮瑕膏遮了部分的唇色 唇膏我就选了一只偏紫红的颜色 画的时候慢慢一下一下把它印到嘴上 再用手指推开 那今天的妆容部分就完成了 之前有不少朋友问过这个头点摘 其实就非常之简单 它只是一条很普通的三手加边 首先在头顶部分拿一执头发 均顶这样分三份 然后就像我们平常正常的泵边 先泵一两下 之后每一边再泵的时候 就要将旁边的头发侵入去泵边 一直重复这个动作 直到最后用橡筋收尾 扎好泵边之后 大家可以试下 将泵边向外的方向拉松少少 不用太紧 这样就完成了 唯一要注意就是 如果你头发太碎的话 可能会比较难 分享完我的秋冬日常装之后 就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秋冬穿搭 第一个秋冬衣服很适合大家 去隆重的场合时候穿的 是一个比较高贵大方的造型 上身以灰色蓝衫衬珍珠链 下身是一条红色开叉的贴身长裙 外面会披一条大的围巾 用来取代又厚又重的大外套 因为身上已经有围巾 整个感觉已经很重了 所以我就选择不背包 拿一个小小的手袋 可以平衡整个造型 也都感觉不会太过累了 另一个造型就是很适合上班的OL穿 到了秋冬之外 除了拉外套、西装外 大家还可以选择干湿套 也是非常好搭衣服的 同一件灰色蓝衣衬半截裙 又有另一种不同的感觉 一般的半截裙已经看到厌了 大家不妨可以试一下 衬一些不同质地 又或者有特别图案的半截裙 网络就不会太过单调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希望大家都会喜欢今天的分享 如果你都喜欢的话 希望你可以订阅我的频道 和follow我的instagram 我们下次见啦 拜拜